大家都知道高速公路禁止行人通行 校舍里就说非要腿折走高速 现实里还真发生了 在13号晚上的7点左右 宁波高速交警通过公共视频巡查 发现G1523永管高速台州方向的一个隧道内 一名男一名黑衣男子呢 是正推着自行车在隧道里面 有辆共享单车没有锁就骑走了 不想绕远路的他一直沿着高速公路骑行 在隧道口不远处 发现护栏比较低矮 就爬上了高速想超个劲道 索性被高速交警及时发现并阻止 这是妥妥的不拿生命当回事 只图便利 希望交警叔叔给他好好的上一课